我们这十几年来六万六千场 总共救的牛就两万头牛了 两万头牛 当然这个都是大家的努力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生病了 一个不好的事情来 我们把放生两万头牛 六万多场放生的功德 回想给他 他力量大不大 因为我们相信善有善报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最怕的就是痛苦 痛苦就是来自于业障 所以我们一定要忏悔业障 不要造业了 好不好啊 但是我们最快乐的就是什么 就是功德 有这些善业功德啊 让我们念一下 现世快乐 来世快乐 就近解脱 最后成佛 那我想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什么影响 业力 业力 那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恶业 所以你生命好苦啊 那为什么很快乐呢 因为善业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了 布施 得 念一下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 升天 所以 刚刚我们看到他们拿 一千块 两千块 三千块 一万块 来布施 快不快乐啊 然后我们水洗啊 哇 为什么 除了水洗钱 我们水洗 他未来更有钱啊 更有福报啊 去做善事了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说了 他能够成佛 利益众生 最重要的根本 就是福报 所以曾经有一个出家人 在寺庙 住了十五年啊 他觉得 哎呀 他再住下去 没意思啦 每天忙得要死 他就要离开了 那那个老和尚 给他说 哎哟 你现在就要离开 师父 我做了很多善事啦 你让我去 打坐打坐 读书 不要每天叫我这么忙 然后呢 老和尚说 我告诉你啊 释迦牟尼佛 做了 多久呢 一节的尽头 什么叫一节啊 十三亿四千年 什么叫镜头啊 扫厕所的 佛陀能够成佛 他至少做了一节扫厕所的 而且呢 三大阿僧奇节 不失眼睛百千万字 不失头 一千次 不失身体百千万一遍 所以他才可以 有机会成佛 佛陀没有这个福报 就没办法成佛了 各位你想想想看 阿弥陀佛的福报大不大 黄金铺地美 八功德水七宝琉璃 这个就是他还没有成佛以前 所累积的功德 那这个功德 为了不失给我们 请问阿弥陀佛敢不敢生气啊 所以你到极乐世界都不会生气 因为阿弥陀佛断除贪欲心 断除称慧心 所以他的极乐世界 一个脾气再不好的人 到那边会不会发脾气 不会 一个在世杀人的人 杀了几百万人的人 他忏悔了去极乐世界 会不会想杀人 都没有了 为什么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他自己不生气 所以他可以让 到他世界的人都不会生气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当一个人断除欲望 然后呢 这边casino正在 有人很在赌博了 这个断欲望的走进去以后 那些人都不赌了 为什么 这个就是佛陀伟大的地方 佛陀断除称慧心了 所以我们看到佛陀都不想杀人了 不想生气了 所以人可以影响世界了 所以各位 你不断的帮助别人 别人看到你 不好意思做坏事 也想要做好事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讲的 元其法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有能力 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像今天晚上 大家吃素 佛经说 吃一顿素食 生生世世 不会遭受刀兵截 你不会投胎到打仗的地方去 一天吃灾 所以如果你能够一天又不杀生 又吃素 又去放生 那你生生世世 不但你如此 你的家人都不太生病 长寿 就像台湾最近有个报纸 家里五代通通吃素 而且都是胎理素 五代人通通吃素了 而且每个小孩子都会说 我生在这个家庭好快乐 我们家不吵架的 因为我们家都是历代 都是吃素的 他也希望他 好几代以后 他们呢 都不要吃肉了 所以他们会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想 人可以影响别人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所以你要把你自己做好 你快乐了 别人会不会快乐 自然快乐 你生气了 别人也生气了 所以佛教 要告诉我们 这个互相影响的道理 互相依靠的道理 这一点我们永远要记住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给我们讲的真理 叫空性 什么叫空性 这个世间所有的存在 都是互相依赖影响而存在 这个世间没有单独存在的任何一个元素 所以叫空 这样了解吗 这个花 没有太阳 没有水 没有泥土 没有矿物质 没有人类的种植 它就不存在 所以花不是单独自己存在的 所以花开的好 开的不好 跟气候 阳光 水质 营养 都有关系 所以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只蚂蚁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那佛教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 别人在生气 我赶快不生气 念奥妈尼佩命后 然后那个生气人会不会减低啊 会 别人在生病 然后我赶快吃素 起一天 我帮他念奥妈尼佩命后 那回向给他 这个生病人会不会好一点 会 这个就是佛教的道理 我们的爸爸妈妈往生了 然后我们存了一个好心来念经 甚至替他放生 点灯 请问爸爸妈妈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会 所以我们好幸运啊 哎呀我们听闻佛法 知道方法 但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爸爸妈妈往生呢 他还给他杀鸡啊 孝顺啊 我妈喜欢吃鸡啊 那是因为你给他错误的教育 然后你儿子就会杀鸡来拜你 然后就让你越痛 所以各位呢 这就是一个循环啊 善有上报 恶有恶报啊 所以了解如此 那各位现在啊 想办法去给别人快乐 想办法呢 去影响别人做好事 那你以后 像我从小到大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 碰到好爸爸 碰到好妈妈 碰到好老师 我这一期最大的幸运 很少交到坏朋友 我小学三年级 十岁 每天就做三件善事 到现在每天 可以做好几百件善事 因为我碰到一个老师 给我说 你们永远每天 要做三件善事 老师不要求你们考第一名 然后要升到四年级的时候 就不是他教我们了 那个老师还掉眼泪 他说老师 只要你们记得 永远做三件善事 老师就很安慰 哇 全班都哭啊 那我们这一班的人 现在都是有成就的人 为什么 他们到现在 被老师的哭感动了 所以有一次我在 我已经出家了 出家将近十年的时候 突然这个老师 跑到我面前来 你还记得我吗 我忘了 因为他外表不一样了 他说 这个就是你每天 在讲的孙妹妹老师 哎呦 差一点跪下来 我跟他哭啊 就是因为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所以 那我的爸爸教我 要做一个 一个最优秀的人 所以我从小被要求到一百分 一百分 我妈妈教我要修一个忍辱的人 不能生气 不能打架 骂人的人 因为我妈妈天天在修忍辱 因为他用身教影响我们 我爸爸是一个 很聪明 很会赚钱 什么都要求第一名的人 他要我做总统 我从小被训练成第一名 所以后来我出家了 我爸 我跟我爸说 我比你要求的标准还高 总统还有下台的一天 我没有下台的一天 总统服务的是一个国家 然后呢 我服务的是众生 我爸说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不过我爸爸往生两年了 我很高兴 我终于把他送去极乐世界了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因为我爸爸不去极乐世界了 他要升天 他只想升天 他听我讲说 天上没有厕所 他就要升天了 他问我说 天上为什么没有厕所 天天吃好的不用上厕所 他说 那天上有人生病吗 天上没有医院的 你骗人 我翻佛经给他看 佛陀讲了 天上没有医院 他说为什么 没人生病了 哇 他眼睛就开了 他就问 那你告诉我怎么升天 然后我还告诉他 天上的人 娶的老婆 多了 不是一个而已 不会跟你吵架的 玉皇大帝有91亿个太太 我爸爸眼睛瞪得大大的 结果他就自杀 我爸爸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自杀 他自杀 那天我刚好十二部大渔车的放生 然后我在台北 我第一件事情 我如果做大功德 一定先跑回家 跑回家干嘛 把功德布置给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就会问我 吃饭吗 他要煮饭给我吃 煮饭给我吃 就会得到我的功德 结果那天跑回去 我妈妈没有在煮饭 在那边哭 我都讲过了 妈你怎么哭了 你看你爸 我爸爸自杀 吃了很多安眠药 温死了 那我那时候吓坏了 我就赶快一声 爸爸 然后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 他就在那边哭 我说爸爸你干嘛 他说儿子啊 你那么出名 但是我为了升天 我先吃药了 但是我又怕我死了 自杀 你传出去你一定完蛋 你就不出名了 我说爸爸 你不能随便 按照你的想法才做事 自杀会下去的 不会升天的 但是各位 所以我一辈子 永不放弃放生 为什么 我那一天大放生 我回去回想给我爸爸 他吃这么多安眠药 居然没有死 自然醒过来 我赶快叫医生来 医生说奇迹 他那个一定不是安眠药 他不知道吃什么 各位 放生的力量大不大 但是 最不可思议的 我爸爸本来 自杀是因为他 腰痛到忧郁症 忧郁症变成躁郁症 所以他就一心想要死 他想说死了 我儿子说 只要让我 我出家 他不要阻碍我 他就升天 所以他等着升天 因为他一直阻碍我出家 后来我跟他谈这个 他说勉强接受 因为他可以升天 但是他不知道 自杀不能升天 但是最大的奇迹是什么 他好起来以后 又活了十二年 天天吃素 不发脾气 就住在我们寺庙里面 我妈说 这下我自由了 我妈不跟他住了 我妈说 我受不了了 我被虐待一辈子 所以我爸爸就住在我们寺庙 十二年 安享往生 但是往生以后 他都没超度 他都没超度 因为他要升天 他就在我们寺庙 有人跟我说 在我寺庙那边 天天保护我们 做功德 点灯 他说准备升天 当然也没痛苦 但是后来 我就跟我爸爸一直说法 所以各位 往生者 像各位写牌位 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写牌位 你写牌位 首先你要 如果是堕胎胎儿 你拿到牌位 一定要跟他忏悔 对不起 我以前无知 我把你伤害了 妈妈爸爸跟你忏悔 我真心的忏悔 然后妈妈爸爸现在要 要来放生 要来诵经 回向给你 然后小朋友原谅 你在做功德 他就超度 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会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 你胃痛 痛得很厉害 然后一定胃痛有个冤亲在主 所以你写牌位 等一下如果有空的多拿 造成胃痛的冤亲在主 那你不要写完就丢了 你写完 你要跟他忏悔 胃痛也一定有个业障 我要忏悔 然后呢 我不知道得罪了谁 所以他 附在我胃 让我痛 所以那你就帮他取个名字 法号 如果各位不会取法号 我现在讲三个名字 你记下来 你就用这三个名字 因为这三个名字 是我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取的 所以他就算归一了 背下 慈悲 智慧 菩提 看你要用哪一个 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取的法号 他就算归一了 然后呢 你就用这个名字 跟他忏悔 那如果在佛堂啊 你最好就拿了牌位 跪在佛前 然后他就 你就放在手上 你跟他忏悔 如果你跟他忏悔了 他一原谅你 然后你再帮他做功德 你的精神衰落啊 什么癌症啊 酸痛啊 你马上有感应 你马上有感应 这一点最重要啊 因为我的大哥 眼睛快瞎掉了 眼癌 然后他相信 所以他自己跪下来忏悔 然后我要 因为他是拜神的 不是拜佛的 所以我 请人家带他去 陈皇爷那边拜 他没有办法 干涉你们这个讨债的事情 他只能感化 所以陈皇爷那边 他跪下来 他也帮他做功德 然后我又请他拜三昧水灿 那么事情没有多久 再去医院检查 癌症指数零 不可思议 所以他现在乖乖吃素 经常做善事 因为对他来讲 闻死的 闻死的 从四肤腺癌到脑癌 到眼癌 你看他闻死的 但是他命救过来了 救过来了 但是这个重点是什么 他愿意忏悔 再来就轮到我妈妈 我妈妈也病得很厉害 我出家是因为我妈妈生病而出家 所以我最关心我妈妈 但是我大哥那一阵子在病的时候 我妈妈也在病 后来我大哥又有一阵子 就是说他开刀 恢复灵以后 他又去开刀 因为尿不出来 去开刀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吃素以后又偷吃蛋 医生给他讲了 你不听话 你这样吃素 医不好 你一定要吃鸡蛋 他一吃鸡蛋以后 问题就来了 后来我问之下 吃鸡蛋 我说哥哥 你一定要忏悔 因为鸡蛋不能吃 并不是他有没有交配 如果你吃素 母鸡很痛苦的 你吃的鸡蛋 你的肛门一定不好 排尿的排带一定很不舒服 他说对你才知道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痔瘡 你看你千万不要吃鸡蛋 你知道那母鸡多痛苦 所以他们的痛苦 就会跑到你身上来 然后再来就轮到我妈妈 我妈妈就不吃饭 每天苍白 然后不舒服 然后我一问之下 我一问之下 原来我妈妈 也有冤亲在主 但是我就亲自带着我妈妈 跟冤亲在主 我写好了 妈妈你跟他忏悔 跟着我念 然后我负责来做功德 所以我妈妈还跟我合掌 然后我来念 然后我就跟他的冤亲在主说 我是他的儿子 那我妈妈过去是对不起你 我发愿 我把你也当我妈妈 这个也是我的忏悔 那这个冤亲在主就高兴了 我把妈妈的冤亲在主 当作我的妈妈 我说我一定用最大的力量 我不是要 为了我妈妈生病才能超度你 这是因为我代替我妈妈跟你忏悔 我只希望你快乐 我妈妈如果什么病没关系 我会尽力帮助她 不要 各位你超度不是一种交换 我把你赶走 我替你放生一万 你赶快走 不要让我生病 那他更不高兴 你有一万我比你还多 我就是要你的命 因为这个冤亲在主 不能用钱跟他谈条件 就是你要跟他虔诚忏悔 忏悔了 他愿意跟你和解 然后呢 你要真心的来 来跟他做功德 来希望他快乐 因为你希望他快乐 他就不恨你嘛 甚至除了这个世间法 让他快乐 除世间法 帮他念阿弥陀经 让他去极乐世界 帮他念药师佛 让他去药师净土 反正你要让他快乐 就对了 然后你的冤亲在主超度了 然后你会觉得 睡觉好好睡 身体好舒服 所以什么都不用怕 业障最好的功德 就是可以忏悔 可以改变命运 可以让我们更相信佛法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说 我发觉现在大部分人都是 吓死的 医生说 这个人得癌症 他开始吓死了 70%就吓死了 我认识一个老师 我最佩服他 他 医生判断他 这个叫什么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 他儿子在旁边 吓坏了 然后他跟医生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要好好的跟他忏悔 没关系 医生说 你赶快来住院 他说医生 给我三个月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师父 帮我对不起的冤心在主 取个法号 取个法号 那我就想说 哇 这个严重了 我就给他取个名叫妙柔 希望你为妙 温柔 妙柔 然后他从那天开始 天天为他修大悲作 拜大悲战 做很多善事 他说妙柔 我对不起你 那我要好好的对待你 希望你快乐 这样最好了 我死的都没关系 我对不起你 但我希望你快乐 结果他这样 念大悲咒 念了三个月 又忏悔 做很多功德 然后再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 完了 我失业了 你的医生是谁 佛陀 各位 这是真理 所以我想一个人 不管感情的业障 如果你的先生对你不好 你写牌位要这样写 过去式的情在 冤情在主 感情在 这个感情在不是你先生要对你不好 是你现在谈感情的很快乐 这个冤情在主就会附在你先生上 破坏你的感情 你不能一直怪你先生 我前一阵子处理一个快发疯的 一个总经理快发疯了 然后为什么 然后他一直怪 怪他的职员把他绑架 要去打他 是他 后来我就请一个老和尚 因为我看他这个问题严重了 那个老和尚会打坐 老和尚说 他上辈子 逼疯五个人 让这五个人发疯而把他杀掉 所以这五个人呢 就附在他公司的职员身上 来逼疯他 而且他现在一定要逼疯他 然后呢 来让他死掉 各位 原来那几个人害他 并不是他主动的 而是被这个冤情在主附在身上 所以这一点各位了解这个佛教的原理 以后不管你 金钱有障碍 感情有障碍 肉体有障碍 生命有障碍 所以各位要各位 写这个牌位就是认账的意思 所以杨上我 我跟你们忏悔 造什么业不知道 就是过去造恶业的冤情在主 然后给他取个名字 我已经取好了 慈悲智慧或菩提 那你不要说 师父这个牌位给你 你把我带回去超度 又不是我对不起他 我往往这个 你最多写两张 一张交给我 我们帮你念 一张你留着 只要你在念佛忏悔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 你会拜佛 你会用水果拜佛 在你这个牌位面前也要摆一杯水啊 米啊 摆一个水果 我现在要为你念大悲咒啊 我要诵心经啊 我要念七遍地藏经啊 我们有一位小梅居士 我要特别讲 因为医生判断 他的小孩子心脏破洞 一定要死了 救不活的 干脆现在赶快把他流产 人流 他来误我 我说佛教不能这么做 你人流就是把他杀了嘛 但是 只要你愿意忏悔 而且他女儿也很愿意 他女儿本来没学佛的 听他妈妈这样讲 他跪下来 师父我跟你吃素 什么我都愿意 为了这个小孩子 结果他就吃素 然后天天送地藏经 我只叫他念七遍 他天天念一遍 一般佛教是这样 小孩子有问题 在生下来面前 之前念七遍 就可以改变他命运 他天天念一遍 结果小孩子现在两岁多了 很健康 结果他的妈妈就是因为这样 发愿出家了 因为他感动了 不是小孩的妈妈 是生小孩的妈妈的妈妈 因为他相信 佛法不可思议 医生判断死刑的 都可以生下来 因为这个小孩子 你看 他的女儿得度了 妈妈得度了 他的女儿的先生也得度了 但是这个得度 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虔诚 因为医生说 不可能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算你怀孕了小孩子 医生说 不要了 这个是唐氏症 这个是哪里不好 不可思议的 我还碰过一个 他们生了三个男生 还要生女生 生不出来 结果第四个怀孕了 他就说 师父 如果我去检验 这个是男生 我必须要把他流产 我说天啊 这个不能讲啊 你讲的小孩子 是吓死了 但是我一定要生 女生 我没有女生 不行 这下把问题丢给我了 我每天换我来忏悔了 我觉得 我每天都回想 我每天都回想 终于生下来是什么 女生 因为我怕他被杀掉啊 我跟这个小孩子说啊 你赶快变女生吧 这是你唯一的活路啊 然后我做功德给你啊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 所以各位 小孩子是男生女生 可不可以改变 真的可以改变 普门品说了 要生男生女 多拜观音菩萨OK了 所以就佛教里面讲空 什么叫空 一切都可以改变啊 对不对 我们找到改变的方法 改变的方法 就像我 我是一个活不久的人 我很多人会算命 我这个人活不了 36岁的 因为我的祖父36岁死 我的真祖父29岁死 我的爸爸也是29岁 就差一点死 36岁又差一点死 所以他都不工作了 我爸爸年轻赚很多钱 他就不工作了 因为他怕死 但是也因为他不工作 他有个好处 不工作他就不造业了 所以我的命跟我爸爸一样 但是好在我就很想出家 特别是我的儿子赶我出家 爸爸你一定要出家 他不出家 我不出家 他就哭到天亮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后来我就35 还不知道36 我就出家了 当然我太太很伤心 父母很难过 但是我出家以后 我太太就问一个 台北最出名 最贵的一个算命师 最准的 国家级的 因为我太太有钱嘛 国家级的 然后就去问 问我 什么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要出家 那个人 你赶快把他找来 我要问问他 他找哪一个人算的 他为什么逃过这个死结 他知道出家 我就跟他说 我儿子啊 他要我出家了 所以各位 你不要说小孩子不懂 他为了救爸爸 他就有这护法神 附在他身上一样 要我出家 而且我出家 他被毒打得要死 他都忍啊 我也忍啊 所以 但是如果我不出家 我命运就 就完了 后来我同修 过去的同修 问了这个事情 他就比较放心 好吧 就让他出家一年再还俗 他想说出家一年还俗了 我这死结就过了 就会好好的享受天伦之路 都不用赚钱了 他跟我讲 只要你回来 你都不用赚钱了 反正用钱用不完了 但是各位 当然了 我给他讲不可能 我一还俗 我妈妈马上就完蛋 因为我是发愿 为我妈妈出家的 当然 我为我妈妈 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所以我想各位 事情可不可以改变 就是因为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才要来修行 才要来忏悔 但是首先最重要的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不是说光写完牌位就好了 所以针对你的问题 像我以前腰不好 我很怕我不能再工作了 因为每天跑来跑去 后来我就写了牌位 天天带着 我只要有空 我在房间 他说海涛法师 人家在拜佛像 你拜牌位 那不一样 那是我的冤亲在座 我妈妈的也是我在拜 我哥哥的也是我在拜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拜 我跟我哥哥说 你不能死 你妈妈死 你死妈妈会死 妈妈才不爱爸爸 妈妈只爱你 我的妈妈 一天没看到我哥哥就哭 一天没看到我 没关系的 所以大儿子 就是妈妈最爱的人 就这个意思 所以 但是所以我跟我大哥说 你要好好吃素 这你负责 忏悔 佛叫我来帮忙 但是你不能死 因为你死 妈妈保证活不了 那妈妈活不了 那我活着也没什么大意义 我会很痛苦的 但是你放心 我来替你拜 所以我想 我想孝顺可以感动天地 对不对 而且慈悲更可以感动这些 所以我就替他们经常在那边忏悔 但是对我很好 对我很好 就像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现在替谁在忏悔 来 替我们在忏悔 因为弥勒菩萨发愿 希望他投胎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动物被杀 没有人吃肉 没有战争 没有人生病 所以为了如此 他现在努力在忏悔 从现在要忏悔到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忏悔到这个世界没杀业 那时候人的寿命都八万岁 你看 生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生病 只有一个不方便 就是要上厕所 吃完东西要上厕所 所以叫人间净土 所以弥勒菩萨的忏悔 他是带众生在忏悔 所以我想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各位 如果你很虔诚 那你的妈妈你可以替他忏悔 你的隔壁的老人家在生病 他不是佛教徒 你替他忏悔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慈悲无障碍 在佛教叫转业 转业 不过我要讲一个真理 我的爸爸脾气很不好 骂人 脾气很不好 那我要忏悔我爸爸的恶业 不是光出钱做功德 我自己要发愿 我断除称慧心 我发这个愿 因为我